近市、数级市和汉林有什么区别吗?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频道 现代社会,中国公务员考试是选拔和培养干部的考试,号称国考 每年150万左右考生参加,非常抢手 最近人大代表提出,应取消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限制 白岩松呼吁 政府部门在招公务员的时候直接说35岁以上不要 政府不能成为公平的破坏者,必须成为最后的守护者 35岁职场生死线不正常,政府不能成为公平的破坏者,得到舆论的一度好评 然而,古代科举考试却没有年龄限制 康熙38年,广东老秀才黄章102岁参加乡试 科举制度的由来 科举制度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为社会底层读书人提供了上升通道 具备当时社会历史优越性 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科举制从随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31年,公元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 慈禧太后下诏书废除科举 经历了1298年的科举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所以说,慈禧是清朝和科举制度的掘墓人 随朝之前官吏的选拔是统治阶级的分封世袭制度 查举制,九品中正制 不同朝代科举制度略有不同 随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随朝 随朝统一全国后,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 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利收归中央 用科举制度代替九品中正制 随阳帝大业三年开设晋式科 用考试办法来选取晋式 当时主要考识勿策 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 这种分科取士啊 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并不形成制度 但是把读书硬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 揭开中国考试史上新的一页 唐朝科举特点 科目繁多,众诗词歌赋 唐代科举的一个非常显著特征就是晋式科的崛起 并成为了世子出身入世的首要途径 晋式科考试在唐代趋向于以师父为主 那不仅如此啊 应晋式科者将自己的文学创作 则由编程文卷投献给当时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求的他们的赏识推荐 以提高知名度和极地机会 这种习上称为行卷 宋代科举特点 轻视诗词重视实际能力 电视策论因为时间限制等原因 多数情况下文才一般 但他作为文学体材 其中也不乏佳作 由于宋代文官政治的实行 大批文人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 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发言权 在文坛上也是左右风起的领袖人物 可以说宋代是封建王朝中官吏最幸福的时期 因此宋代文人多为官僚学者文士的复合型人才 范仲淹典型的复合型人才 管制参之正式 明清科举特点 八股取式重文章格式 明清的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 考试内容基本上是儒家经义 以四书文句为题 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 解释必须以诸锡四书集注为准 八股文的字数每多变化 明四书的题目规定要写二百字以上 五经也就是诗书礼艺春秋的题目规定要写三百字以上 这应试者为求胜出往往是越写越多 到了清康熙四十三年 开始规定说每篇八股文不能超过七百字 以后即奉为定则 陈独秀自诩考八股文而得秀才而骄傲 可见考八股文难度之大 科举考试等级 科举考试等级分为县室、院室、乡室、会室、电室、散馆 县室有考生所在县的县官主持 考期多在每年的阴历二月 通过县室的考生获得参加辅士的资格 统称为同生、院室 由知府主持 考期多在每年的阴历四月 院室合格后取得生员资格 也就是秀才 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 明朝的秀才就是考上县学或是府学的同生 秀才是有了一定特权了 包括可以站着和限制说话 免于拆摇、不与上行等等 清雍正年间 改革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读书人反抗强烈 乾隆年间废除此制度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 相试、会试、电试、相试 明清两代相试 每三年举行一次 经过相试 也就是省考被考取的秀才 极有资格参加在子、毛、武、有 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相试 因为在秋八月举行 故有称秋围 围就是考场 主考官由皇帝委派 考后发布正副榜 正榜所取的叫举人 副榜称共生 相试重视的举人 第一名叫谢远 第二名叫亚远 第三名到第五名 统称京葵 第六名叫亚远 第七名以下 均称文葵 相试考中了以后 就成为举人 举人实际上 就是候补官员 他有资格做官了 倘若哪位县级官员退休啊 病故啊 丁优啊 或者被朝廷查办罢官了的时候 举人就有机会补缺做官 明朝海瑞 清朝的左宗堂都是举人出身的名臣 会士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考试 因为在春季举行 故又称春围 考试由礼部主持 皇帝任命正副总裁 各省的举人及国子健兼生皆可运考 录取三百名为共试 第一名叫会员 有了共试资格 才能参加最后一关考试 电视 电视 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 皇帝在电视上 对会士考取的共试亲自测问 以定甲地 实际上 皇帝有时委派大臣主管电视 并不亲自测问 录取分为三甲 一甲三名 刺近视极地的称号 第一名称状元 第二名称榜眼 第三名称叹化 二甲若干名 刺近视出身的称号 三甲若干名 刺同近视出身的称号 电视的录取统称近视 一甲三名直接进入汉林院 并授予品级 其中状元受汉林院修传丛六品 榜眼和探花 受汉林院编修正七品 而其余的近视 要再举行一次考试 叫做炒考 炒考的目的是选拔优秀者 被选中的近视 则称为数级式 进入汉林院深造 明朝数级式的职责 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 并帮皇帝起草诏书 是皇帝的秘书 从明朝中期开始 非近视不入汉林 非汉林不入内阁 数级式自进汉林院后 便被视为储像 即入阁的储备人才 散馆 数级式在汉林院 经过三年学习后 再参加毕业考试 毕业考试被称为散馆 其中考试合格的数级式 授予汉林院编修 检讨等官职 考试不合格者 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 或以支线优先为用 近视通过炒考 被选拔为数级式 数级式通过散馆 再考取汉林 成为汉林才是 天下读书人的终极目标 所以式的最高层次是汉林 科举考生的头衔 近视和状元 并不是式阶层的最高层次 式的最高层次是汉林 然而 连中三元室 所有考生梦寐以求的 近视 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 据统计 在我国1300多年的 科举制度史上 考中近视的总数 至少是98749人 古代许多著名作家 都是近视出身 如唐代的贺之章 王博 宋知问 王昌龄 王维 陈森 韩玉 刘雨昕 白居易 柳宗园 杜牧等 宋代的范仲淹 欧阳修 司马光 王安石 苏氏等等 考中近视 一讲状元 榜眼 叹化 即受官职 其余二讲 参加汉林院考试 学习三年 再受官职 状元 科举制度电视第一名 为科名中最高荣誉 历史上 获状元称号的有一千多人 但真正参加电视被录取的大约750名左右 唐代著名世人贺志章 王维 宋代文天祥 都是经电视而被刺状元称号的 最最牛逼的 不是状元 是连中三元 连中三元 科举考试 以名列第一者为元 凡在 乡试会试电视三试里头 连续获得第一名 被称为连中三元 据统计 自实行科举考试起至废科举 连中三元的有十四人 他们是 唐朝的张又新 阮元汉 宋朝的孙和 王增 宋祥 杨志 王若嫂 冯经 金朝的孟宋宪 元朝的王崇哲 明朝的商禄 清朝的乾晴和陈继昌 其中皇冠静难之役后 及其妻女啊 头将殉难 所以被朱棣除名 巡邦 巡邦 我